地球科學 各位同學 地球科學 是近年來一個很新興很熱門的一個科學 那就是因為它一個很新的科學 所以它對於天上的星星 地球的泥土 流水 空氣 它都會要很深入的去研究它 那今天在自然科裡面 很多同學整個檢討到最後 都是地球科學出了問題 所以在這一小時裡面 老師要告訴你 地球科學的重點在哪裡 基本學歷測驗它所考的方向在哪裡 首先 老師把地球科學 先粗略的歸納幾個重點 首先我們看到地球科學 可能考的範圍就是大氣 這個大氣講起來簡單的兩個字 你要知道 這包含到我們的大氣層 大氣層的分層 大氣層每一層每一層的特色 以及它所形成的氣候 大氣裡面 因為水氣的循環造成的氣候 這都是在大氣裡面 第二個是地質 地質包含裡面岩石礦物的種類 岩石所形成的原因種類 以及地殼的變動 就是所謂的地震啊 還有我們地殼裡面 我們的張裂性板塊啊 聚合性板塊啊 這些地殼的變動 都是屬於地質的部分 第三個 水紋 水紋包含河流 冰川 它的侵蝕 它的沉積 它的沉積作用 以及造成的種種的地形 這都是考試的重點 最後一個是天文 天文就是從地球形成開始 然後太陽系的形成 然後地球在九大行星裡面扮演的位置 角色 它裡面的成分 以及隱身到的 星星 月亮 太陽 我們地球 跟月亮 跟太陽之間的關係 日時 月時 以及我們 星星 恒星 星座 它種種的問題 所以地球科學 說實在的 看似簡單 可是裡面所牽涉到的內容 真的非常的廣 所以同學這一小時 一定要很認真的抓住 它命題的重點 以及澄清自己的觀念 這樣子自然科 就不會因為地球科學 這一門科學 而因為這樣而失分 這樣子是相當可惜的 好 那我們就進入到 我們今天的題目 首先我們看到了第一題 台灣西部河流的跨河大橋 常發現橋墩裸露 這個題目是為什麼會出現你知道嗎 是因為南部的高平大橋 曾經因為橋墩裸露 最後斷橋 所以引發命題老師的命題 他說 夏列哪一項最可能造成橋墩裸露 那橋墩裸露 因為我們河流是從上游流下來的 那一般都是在下游 在下游 在下游 我們去倒採沙死 然後 在橋的下游 所以上游的泥土 就會被河流帶下來填補 所以就比較容易造成橋墩裸露 所以第一題的答案 最主要造成這樣原因是因為什麼 靠近橋墩的下游 河段 遭到爛採沙死 爛採沙死 那你要注意這個地方喔 基本學歷策略這個題目 連續在9495都有考題 在未來的題目 也都很容易出現這些題目 所以你要特別小心 像90 90年 91年 也都有出現這個 河流 侵蝕 以及我們人類造成的 一些災難 這些問題 好第二題 地球大氣組成的演變過程 這就講到什麼 大氣 講到地球的行程啊 所以地球科學 老師雖然歸那樣成四類 可是每一個每一個之間 彼此還是有一些牽連在 不要硬性的說 它一定要歸為哪一類 而是你要有整合的功力 每一個單元考出來 你都要觀念很清楚 它就考你地球剛形成的氣體 地球剛形成的氣體 主要有四種 氫氣、氦氣、甲氧、氨 那氫氣、氦氣因為很輕 地球當時的地心引力 萬有引力啊 沒有辦法吸引住它 所以經過時間 張過長時間之後 它飄上了 這是剛開始形成的氣體 接下來因為火山爆發啊 太陽輻射啊 這些氣體形成的化學變化 再造成了第二階段的什麼 水氣、二氧化碳 還有什麼 氮氣 最後一個階段是什麼 因為綠色植物的出現 才會有氧氣的產生 一直到現在 我們空氣中的主要成分是什麼 氮氣跟氧氣 所以造的這一種順序 這個順序就是答案要選 從氮氣、氦、氧、氧、氧、氨 演化成什麼 演化成水氣、二氧化碳、氮氣 演化成炳 再演化成現在的氮氣、氧氣、甲 這樣子 題目 答案就會很清楚了 第三 這個是在我們北部的 跳石的地攤 歷石 同學 老師要教你一個很好記的方法 這是成績炎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歷石 歷石 沙炎 夜炎 老師教你一個很好記的方法 因為成績炎 因為顆粒的大小分成這三種 你就這樣記 快樂的大石頭 大樂 大樂有沒有 那大賣場 很少的石頭 石頭有點小 完全沒有石頭 所以這就是從顆粒到大到顆粒小 你從字就可以知道了 很好記吧 對不對 所以記憶是要有技巧的 好 歷石就是很大的石頭 沒有經過沉積 直接從山上這樣子 掉下來 滾下來 堆積在海邊 所以這是什麼 因為沒有經過搬運 來到海邊 再受到海水的什麼 輕死 所以答案選 C 答案選C 這是成績也你要特別注意的 一個石頭顆粒大小的判斷 第四 第四在找什麼 地震 老師在這邊要跟你強調 地震的強度指的是破壞力 地震的規模是指釋放出來的能量 那規模是以瑞士地震 這個是世界大家各地測出來的 釋放出來的能量 那所謂的震度 比如說 921地震 高雄的地震 四級 那南投可能七級 這個主要講的是什麼 破壞的力量大小 破壞程度 這叫做強度 那強度會因為距離正央的遠近 以及地形而不一樣 但是規模會一樣 所以同學你看到講義上面的圖 正央離台南比較近 離高雄比較遠 但是注意喔 不一定 不一定比較遠 它的強度就比較小 還要看它的地形 但是以這個圖來講 它不是就有畫一個環狀的區域嗎 那高雄它本身的強度比台南來的小 所以它提問問你說 請問如果高雄測到是三級 那台南呢 台南就會比高雄來的大 因為台南 以它的圈圈來講 它比較內圈 所以它比較大 但是規模 6.2是一樣的 所以第四題答案 我們要選B 答案要選B 所以強度跟規模 一定要把它分清楚來 好接下來我們看到第五題 第五題是在考上 考什麼 氣象題 所以老師在這邊 還沒有基本學歷測驗之前 不管任何年級的國中生 記住老師這一句話 如果你有看到老師 這一集的教學帶 每一 每天 每天一年四季 麻煩你多關心一下 我們 電視新聞報導後 或者是報導前 反正 氣象報告一定要看 多看它氣象報告的敘述 你地球科學的氣象 就會非常非常的簡單 記住喔 這是一定要培養出來的習慣 這樣子地球科學 屬於 我們屬於氣候這個部分 你就很容易拿到分數了 記住 好那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 它氣象圖 它說 右邊 有一個東亞地區摩日的天氣圖 那你看那個XY的位置 X它的等壓線 越外圈越來越小 所以在裡面是什麼 高氣壓 記住 高氣壓是空氣往下的 高氣壓是空氣往下的 好 那Y呢 Y 根據Y的話 Y越往裡面 它的等壓線值越小 所以它是低氣壓 低氣壓 氣流是往上的 低氣壓 它的氣流是往上的 高氣壓是什麼 往下的 所以根據這個題目我們就知道 X是往下 Y是往上 所以答案要選 B 答案要選 B 很清楚的 然後接下來考試就考你的啊 高氣壓低氣壓 會形成什麼樣的天氣 會下雨呢 還是晴天 這個同學 看老師給你整理的重點 這也是 基側的命題重點所在 第六題 他說 近半世紀以來 大氣中的溫室氣體 溫室氣體有哪些 在我們地球科學裡面有提到 二氧化碳 還有水氣 還有甲碗 這都要算在溫室氣體裡面 好 溫室氣體 有何影響 來 這時候因為溫室氣體 這時候溫室氣體會讓我們地球平均溫度上升 所以南北極的冰山會融化 明天過後那一部電影看過啊 非常有名的 這時候海水會怎麼樣 海水 海平面會上升 所以第一個答案 不對 海的水面應該要上升 他寫下降 不對 第二個答案 太陽會吸收更多地表的輻射 沒錯 為什麼會有溫室效應 溫室效應老師跟你稍微簡單的解釋一下 就是我們的地球 我們地球外面的大氣層 太陽照進來的能量 本來應該要晚上的時候要散熱出去 結果因為這溫室氣體把它保留在裡面 好像我們這種花圃的那個溫室 所以熱量就會保存在裡面 那這個吸收的叫做地球的輻射 主要的是什麼 紅外線 麻煩同學註明一下 這個地球輻射主要的是紅外線 因為紅外線是屬於人量比較高的 所以二氧化碳會吸收紅外線 好這個 所以答案 會吸收更多的地表輻射 造成地表溫度的上升 好很簡單的題目 但是觀念要很清楚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第七題 第七題 同學 你看到 現在我們黑板上的這個圖 黑板上這個圖 就是我們地球科科學課本上 任何版本都會有一個圖 因為這個很重要 來 這個地方就是位在大西洋 這個叫做中陽極 中陽極因為它是我們地球內部 岩漿熱對流上升的位置 所以它會往兩邊拉 所以它是一個張裂 往兩邊拉就會裂開來 叫張裂性板塊 我們叫裂骨 所以它新形成的喔 來這個 在裂骨兩邊 離得越遠 它越老 在中陽極越靠近的地方 越靠近的地方 它是剛形成的地殼 這是張裂性板塊 那來到這邊 這邊有一個海溝 這個海溝是 我們地殼 我們的地殼要磨入去 要磨進去的地方 所以它是聚合性板塊 這是非常重要的地形 考試就在考這個 好啦 我們看一下 中陽極 中陽極是熱對流上升的地方 所以它是張裂性板塊 海溝是聚合性板塊 所以第七題的答案 第七題的答案 答案我們要選V 答案選V 這個是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的地震 就是因為我們地殼在移動 地殼在變動 好 第八題 颱風經常形成於熱帶海洋上 是因為在此區域的能量源源不絕 但它到了溫帶地區 則會因為能量匱乏而消失 請問哪一個是高溫熱帶地區提供颱風的主要能量 提供颱風的能量的主要原因 注意喔 這是水的循環 太陽照射次大 太陽照射之後 水氣上升 可是因為水氣上升 上升對流 來到我們的對流層上層 溫度很低 又會凝結成水氣釋放出來 那熱量釋放出來 又會再度的造成海洋的水氣上升 就不斷的不斷的這樣子 就會形成我們所謂的熱帶低氣壓 熱帶低氣壓就是颱風的前身 好 所以這個答案 請問提供颱風能量的原因 最主要是什麼 吸收太陽光之後的海水 在高空再度凝結釋放出來的熱量 所以主要的原因 第八題答案我們要選V 是因為海水吸收太陽光之後 蒸發上來 蒸發上來來到對流層的上層 再度的釋放出來 這樣是颱風維持行程的主要能量來源 好 來開到第九題 第九題太空的碎衣跟固體塊 固體的固體塊 就是我們太空有很多的隕石或漂流的一些石塊 落於地表 如果落於地表的話叫隕石 如果跟大氣摩擦 就會叫做流星 所以這個大氣圈起來 他說根據這樣的講法 在月球上可能看到什麼 因為月球上它只有極少量 注意這個少量的氣體喔 跟我們地球的氣體成分還不一樣 但是這些氣體不足以讓這個隕石燃燒 所以在地 在月球上看不到 看不到流星 就沒辦法許願 可是它會有隕石坑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說 同學長了青春痘 然後臉上很多的痘疤痕痕痕痕痕 所以在月球表面 這個其實就是隕石撞擊 造成月球表面有坑坑洞洞 那你說老師 地球呢 地球因為有大氣的保護 所以大部分隕石 除非是很大塊的隕石 不然的話 經過我們大氣層都會燃燒 那個就是我們所謂的流星 好 所以在月球上是看不到流星的 只有隕石 所以第九題答案 我們要選 第四個D 這樣子 OK吧 所以你要知道喔 地球科學 從岩石 水流 河流 從大氣 都會好 好了我們看第十題 第十題考什麼 好 星星月亮 太陽 跟地球之間的關係 他說太陽跟地球 月球運行的位置 如圖十八所示 好看清楚囉 這老師要跟同學提醒 你至少要記住一句話 農曆 就是因曆的初一 就是我們所謂的數 這時候 月亮會在太陽跟地球的中間 比較容易形成日時 但不是每一次初一都會有日時 同理 同樣的原理 在每個農曆的十五 月圓的時候 才會形成月死 而且 月死不是每個月都會形成的 但是 要形成月死的條件 第一個條件 一定要在十五 就是我們所謂的旺 所以很簡單 今天我們要形成月全死的話 月球要躲到地球的後面來 所以這個題目裡面 甲乙丙丁 躲到地球後面來 而且在 在地球的本領區的 只有一個答案 就是第十題 答案我們要選多少 選第四個 D 第四個 D 釘的位置 才會形成什麼 形成我們所謂的 月死 望 農曆食物 好 第十一題 第十一題 他說 四華參加學校舉辦的觀星活動 當時火星最接近地面的時候 剛好當時 我最建立 由觀察得知 當日火星升起的位置 很多朋友 老師這我怎麼知道 很簡單 其實 今天最主要 太陽會東升西落 月球會東升西落 就是因為我們地球的旋轉 是逆時增轉 來 逆時增轉 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來我們看就好 來 逆時增轉是這樣子 這是地球 今天這個我們假設老師畫的這一條線是 地平線 這裡有一個人 站在這裡 今天在這個地方 地球是逆時增轉 這樣子轉 所以今天太陽如果從這邊過來的話 這樣子轉 我們就會發現 太陽落下的地方叫西邊 逆時增轉 所以才會有東升西落的現象 同樣的道理 今天我們看火星 我們地球還是逆時增轉 所以我們看到的火星還是什麼 還是東升西落 所以這個題目問說 火星升起的位置 應該台灣地區 還是在東方 還是在東方 好這個題目 考過好多遍了喔 不管你 車子是從台北開向 高雄或高雄在台北 絕對的位置 絕對位置就是東西南北 是不會因為你的方向而改變的 所以還是還是一樣 月球太陽一定是東升西落 不會因為你是北上或者是南下 不會因為你開車的方向而改變 記住 好再來看第十二題 第十二題又考到同樣的這個圖 只不過他現在是從上面的俯視圖 他說假 以這個地方是張列性的 箭頭是往兩邊拉的 假在南美洲的這個地方 他是聚合性的 他說請問根據這個圖形 所以你看到沒 剛剛不是也有一個題目 這個圖嗎 考了兩三次 為什麼 這叫做 這叫做基側的重複性 考古題 你念考古題 老師做這樣的解析 不予不是要告訴你 考古題考些什麼 而是我們要預測 下一次 基本決定測驗 還會出現在哪個地方 所以你要了解 考古題 他是在引導你一個讀書的方向 而不是你只會被考古題的題目 今天在這個地方考過了 你要多看一下 這裡還可以考哪些題目出來 像這種題目 同樣的一個圖 他考兩種方法 他問你什麼 請問在張列性板塊 你的地方會形成什麼 因為張列性板塊裂開 所以它會形成什麼 裂補 那聚合性板塊 比較容易形成褶皺 聽到喔 聚合性板塊 像我們台灣就是在聚合性板塊 比較容易形成褶皺 比較容易形成什麼 形成山脈 了解嗎 而且 注意喔 因為它往裡面擠壓 所以褶皺 褶皺是在深層的 斷層是在地球表面的 這你要注意一下 好 所以容易形成什麼 剛剛我是講的 裂骨 還有往兩邊拉 會形成什麼 新的地殼 所以第12題的答案 我們要選 第4個 好 第13題 第13題 這是洋流 記住 在你們社會科的地理 也有這個觀念 洋流 洋流是一年世紀 它的流向 是不會變的 台灣最有名的就是黑草 黑草是由次道 由南方往北方流的 所以它是溫暖的海水 那日本那邊流下來 有一個很有名的叫青草 那個流下來的是一個寒冷的海水 溫度比較低 所以來看這個圖喔 這個基本學域菜已經 考過好多遍了 這個如果在夏天的時候 台灣的東岸跟西岸的洋流 都是由南往北 有沒有它是巴士海峽 由南往北 而且這個海域水溫度都高 所以南北的溫差 並沒有那麼明顯 可是如果來到冬天的時候 因為冬天的時候 我們本身太陽直射到南半球 給我們北半球是斜射 能量單位面積比較少 所以這時候黑草主流不變 台灣的東岸不變 可是台灣的西岸 會有北方比較寒冷的海水巷 然後你記好 這個要註明好 在冬至的前後 就是我們吃湯圓 不是元宵喔 我們冬至也要吃湯圓 在冬至我們吃湯圓的時候 那時候澎湖的海域 會有一群漁民最喜歡的烏魚 當然近年來烏魚是越來越少 就會在這時候來到澎湖 因為隨著這個比較 溫度比較低的海水來到澎湖 那來到這邊為什麼 他要來產卵 他要往南走 然後產卵完之後 再往北方流 所以我們會冬至前後 會來到這邊 我們叫做仙頭部隊 叫仙頭部隊的烏魚 那時候這時候烏魚裡面 最有最多的烏魚子 可是如果讓它產完軟 再回來的那些烏魚 我們叫回頭烏的話 那個烏魚子就會比較少 因為它產完軟 已經產完了 但因為這軟為什麼 它一定要溫暖的海水 這樣小魚孵化的成功機率會比較大 這種會有回游性的魚類 這你要特別小心 跟地球科學 跟生物會結合一起考 所以這是夏天的圖 這是冬天的圖 陽流 這兩個圖 一定要記住 老師在講義 都有附這些圖 同學多練一下 那我們第13題他考什麼呢 他說圖5跟圖6 注意你看那個 很簡單的那個圖 你有沒有發現台灣的東岸 它的海溫度都比較高的 所以黑潮 黑潮東岸 一定至少你知道 東岸一定是黑潮 而且一定是南向北 由南往北 由西南往東北 所以第13題的答案 我們要選第4個 第4個 好從前面這幾題 同學不能發現 基本學歷車延的地球科學 的確是一門不好玩的科目 很難纏 但是同學你用心學自然科 還是能夠考很高的分數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第14題 好同學我們來看到第14題 第14題他說水氣上升時 因為溫度的改變 在天空中會形成雲朵 注意喔 雲朵是我們可以看得到的 其實這個題目有點像乙化的題目 但是我老師把它歸列在第1顆 你注意喔 雲朵是我們看得到的白煙狀的 但是老師提醒你 像二氧化碳 水蒸氣 這些氣體分子的顆粒 我們肉眼是沒辦法直接看到的 所以這些雲朵所形成的組成 不是液體 就是固體的冰穴 我們就叫冰晶 所以14題答案選 豬 同學麻煩你住泥校喔 水蒸氣 二氧化碳 肉眼是看不到的 所以理化會經常考你什麼 冰棒周圍的白煙啊 或者是乾冰周圍的白煙 要小心 這個答案絕對不會是氣體 好 再來我們看第15題 第15題 這是一個天氣圖 老師不是跟你講嗎 你一定要盯著電視新聞的氣象 好好的去收看它 這個就是什麼 我們所謂的滯流風 滯流風 來到台灣的時候 就是綿綿細雨 我們所謂的梅雨季要開始了 所以這個滯流風 他說 風面通過台灣時 下雨的機率將會大增 這時候就是我們的冷氣團跟暖氣團 這時候旗鼓相當 這叫做梅雨 所以第15題的答案 第一個就對了 答案我們是選A 那第二個呢 台灣即將遇到寒流 不對 寒流的話是尖尖的 尖尖的 寒風刺骨嘛 所以它是尖的 所以這不對 是滯流風 是有暖風 也有冷風 旗鼓相當 第三個 即將通過台灣上空的風面是 滯流風 所以第三個答案不對 冷風要改成滯流風 第一個答案 此種風面通常移動速度 因為旗鼓相當 不向上下 所以移動速度是很慢的 所以正確的 只有選第一個 好 第16題 圖6 他說有一個河流 在河中間建了一個水壩 請問嘉伊丙這個地方 有可能哪個地方的泥沙淤積量會最大 因為你把它建了水壩 在中間建了水壩之後 這時候河水被你擋下來了 同樣的你也把泥沙擋下來了 這時候的河面 這時候水庫的水面 我們有一個專有的名詞叫做 暫時侵蝕基準面 那什麼叫做最終侵蝕基準面呢 就是我們的海平面 那這裡叫暫時侵蝕基準面 就是河流到這邊 河水在這邊被擋下來了 這時候泥沙淤積就會在水庫底下 所以這個水庫的底下 那這個水庫的位置 以水庫為標準的話 水庫的上游就是哪一個 所以答案要選V 所以在這水庫這個 這個泥的地方 就比較容易有泥沙淤積 所以一般我們在建水庫的時候 如果上游帶下來的泥沙量大的話 這水庫的時候就會變得比較短 好來第17題 好17題這是地下水 注意地下水的行程 不是隨便挖泥就有地下水 地下水這個屏幕 就是其實就在考你沉積岩的特色 你要記住地下水的特色 一定要是 含水層 一定要比較大一點的顆粒 才有細風才有含水 上下要接什麼 夜岩 就是比較密 不透水層 夜岩是不透水層 那你要地下水要挖到水 一定要挖到這個含水層來 那如果今天地下水面比你的井口 來的 來喔 地下水面 我們高於你的高於你的水井的井口 高於喔 就像現在圖形裡面的一號井 這時候 你只要裝個水龍頭 水龍頭一打開水就會流出來 那如果 如果井口比較低呢 我們就要像古代一樣 我們設一個抽水的 或者是我們要水桶打 丟下去 拿一個陸壺 就在轉轉轉轉轉 然後打水把水打上來 所以這個地下水面跟井口的高B 就會分為什麼 一般水井跟滯流井 那一號井是滯流井 題目跟你說的喔 所以代表說 甲就是什麼 地下水面 那麼B呢 B老師跟你講的 顆粒比較大 這個叫做含水層 所以答案 我們標準答案要選 A 答案要選A 知道嗎 這個地下水的圖 在地 科各個版本都會有 老師講義後面也有 再多看幾眼 沙岩、夜岩 它本身的透水性 以及沙岩、夜岩 等一下老師會講到一個題目 它對 侵蝕能力的抵抗 抗侵蝕能力的大小 好來 我們看到第18題 好第18題 他說騰光到海水浴場 發生白天跟 夜間的風向剛好相反 這個題目也是 其實也是跟理化有關係 我們理化有一張單元叫熱量 在考筆熱 筆熱 筆熱小的東西容易改變溫度 筆熱大的 比較不容易 所以老師在這邊 簡單的 這是一個陸地 這是海水 今天白天太陽曬的時候 這個時候因為陸地的筆熱比較小 你夏天去海邊的時候 我們光著腳丫子 踩在那個乾燥的沙子上面 是不是很燙 腳丫子幾乎要燙手了 所以溫度比較高 這裡空氣會上升 空氣會上升 這裡的空氣就會過來補充 所以白天就會吹海風 那相反的 因為海水的比熱比較大 比熱比較大 所以溫度變化會比較小 所以像台灣是海洋 是海島 是海洋氣候的話 我們早晚的溫差不會像沙漠 沙漠早晚的溫差會非常的大 冷非常的冷 熱非常的熱 所以有海洋會調節我們的氣溫 這個題目在考地科 也在考筆化 很重要 白天吹海風 晚上吹陸風 是因為比熱的不同 也因為對流所造成的 所以這裡的答案 唯一可以選的只有答案是選C 這個C他說什麼 白天是吹海風 晚上是吹陸風 是因為比熱不同所造成的 這裡的比熱比較小 這裡的比熱比較大 因為比熱不同 溫度上升不同 造成對流 這個考試 理化也會考 地科也會考 這兩個 這個題目一定要特別小心 好 第十九題 好 第十九題 就是老師剛剛講的 沙岩葉岩 現在他給你一個圖 那他凹下去的地方 你注意喔 凹下去的地方 他的岩層 是一樣的東西 然後突出來的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代表說這個岩層很容易受到外力 比如說什麼 風啊 河流啊 雨水啊 這種沖刷就會被侵蝕 這就是侵蝕能力 被人家破壞的能力 抗侵蝕能力不一樣 這個很容易就被挖下去了 所以這個顆粒小的葉岩 葉岩 抗侵蝕能力會比較差 一下子就會被侵蝕了 那沙岩抗侵蝕能力 所以他會變成一個尖峰的位置 所以這裡 峰 骨 一般形成骨的位置 都是 抗侵蝕能力比較差的 葉岩 所以他問你說為什麼會形成這個原因 答案就是選B 因為他們對於抗風化跟抗侵蝕能力 大小不同所造成的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第二十題 第二十題在討論什麼 我們地層 地層事件 地殼變動的事件 會可以判斷它的先後 你要記住 老師只要跟你講一句話 一定是 後面的去影響前面的 所以我們常常將後浪去推 推 長江後浪推前浪 推的意思就是影響 所以受影響的 注意聽喔 受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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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記住喔 受影響的一定是比較老的 比較老的 就是比較先發生的 這個所謂的前浪就是 比較老 比較早 發生的 早發生的 一些事件 懂嗎 所以我們看這個圖 他說頁岩形成比 甲 因為甲 穿過頁岩 甲 去影響頁岩 所以甲是比較後面的 懂嗎 所以他說頁岩 比 甲 來得早 那沒錯 因為頁岩 比較老 比較早發生 所以正確答案就是選 A了 那我們看 BC出錯在哪裡 第一 他說 甲岩脈 跟頁岩成 因為 注意聽喔 他是甲岩脈 去穿過頁岩成 岩脈 是從地底下穿上去的 所以他去碰到頁岩成 所以甲頁岩去影響 甲去影響 力岩成 V的答案 力岩成 所以甲也是屬於比較晚的 所以V的答案應該講 改成 甲岩脈的形成比力岩來得晚 知道嗎 喔 這一句話一定要記住 後浪推前浪 被影響的一定是比較老的 比較早發生的 那 XY 斷層跟甲呢 因為離得很遠 彼此沒有辦法判斷出來 所以C的答案是無法判斷的 第一呢 XY斷層 因為他切掉了 殺岩成 所以XY XY這個斷層 是切了 我們殺岩成 所以 XY 它是什麼 比較晚發生的 比較晚發生的 所以這個藻 第四個答案 第四個答案 那個藻發生的 那個藻字 你要把它改成 比較晚發生 XY是比較後面的 後面的 我們講 後身往背 它比較晚發生的 所以唯一的答案 正確的答案 是選A 好 二十一題 再來考慮什麼 B題啊 來 看著老師的右手 老師比一次 上升氣流 你的手會怎麼轉 右手喔 右手喔 大拇指往上 你的四肢手指會很自然的順時針轉 所以你記住 北半球的話 北半球如果是順時 逆時針 逆時針 你會逆時針轉 逆時針轉的話 因為一定是高氣壓往低氣壓吹 風是空氣的流動 空氣的流動是高壓往低壓吹 所以這個地方就會低氣壓 而且是北半球 我們北半球一定是上升氣流 你說老師啊為什麼上升氣流是低氣壓 因為你上升氣流 來到 你這個往上 這邊的空氣就會變成比較稀薄 比較稀薄空氣密度比較少 所以相對的氣壓比較低 所以上升氣流這邊是低氣壓 這邊容易形成什麼 雲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平流層上面溫度越來越低 所以你帶上去的水氣就會在這邊形成雲 就很容易下雨 所以老師跟你講一遍 低氣壓就容易下雨 所以低氣壓不就是台風的前身嗎 熱帶低氣壓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這個圖是屬於什麼 低氣壓容易下雨 答案選B 那高氣壓呢 高氣壓是這樣子 往下 你會順時針往外吹 順時針往外吹 然後高氣壓的天氣是什麼 晴朗的天氣 這兩個一定要記住 基側考過太多遍了 好二十二 二十二的考量是什麼 嚴程 他的 他 藉由嚴程的堆積來判斷 他的從老到年輕 你記住 我們三葉蟲 三葉蟲是在五生代之前 所以三葉蟲是最老最老的 所以他會壓在底下 所以他從老到年輕 最老的是誰 展驗蟲 假 再來 我們的演化 這其實有一點跟生物有關係 所以你要知道地球科學 老實講看 從幾個題目裡面看見 地球科學有的跟理化有關係 有的又跟生物有關係 因為它有牽涉到演化嘛 所以這個東西 自然科你都要輪會關通 好 假 然後你要知道 我們整個演化上 魚類在海洋先誕生 魚類登陸變成兩生類 兩生類再來是爬蟲類 爬蟲類才是哺乳類 所以就照這個 甲乙丙丁的順序 他說地層形成的老 從底下的生物 我們可以判斷 甲是最老的 所以答案我們選A 答案選A 好 第二十三題 第二十三題在考慮是什麼 太陽系九大行親 跟著老師念一遍 水 金 地 火 四個一組 這叫做什麼 類地行親 密度比較大 在內層 木 土 天 海 在外層 它是類目行星 密度比較小 最後一個冥王星 冥王星 它不屬於類地 也不屬於類目 好 那現在題目問你說 甲 你同學寫一下 甲是什麼 甲是類地行星 就是跟我們地球一樣 這個叫做內地行星 密度大 那 乙這兩個呢 乙丙呢 乙丙比較外層的 密度比較小 所以這個答案 應該是要找什麼 甲大於乙 或者是甲大於丙的 所以這裡的答案 只有C的答案 符合我們的要求 所以答案選C 還要注意哦 這是太陽系形成的時候 因為太陽輻射跟太陽風 所造成的 所以我們九大行星 越靠太陽的 它的密度 注意聽哦 它的密度越大 但是它的體積很小 所以跟外面的內幕行星比起來 外面的內幕行星質量 還是比較大哦 我們內地行星只是密度比較大 這樣了解嗎 要小心這個觀念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到 第24題 寶同學我們接下來我們看到 第24題 第24題他說 泡泡居住的城市 位於北迴歸線上 好這個題目同學就是 這個題目同學你要特別小心的是 注意 它在考你什麼 緯度跟精度 它到底是怎麼樣來 影響我們的氣候 跟我們所看到的一些天文現象 你看哦 它在北迴歸線上 這是赤道 這是北迴歸線 好 它在北迴歸線上 說痘痘位在南迴歸線上 可是 來 題目的第22號 圈集來 它在同一條金線上 現在導師黑板上 這個橘色線 就是金錢 好 同樣的金線有什麼特色 這就是同樣的時區 同樣的時區就是代表說 所在的時間 比如說 這時候如果泡泡 下午五點 那麼痘痘他也是下午五點 如果他看到太陽 他也是看到太陽 他看到月亮 他也是看到月亮 他是初一 他也是初一 他只是差別在哪裡 天氣 他可能在 夏天 他會在什麼 冬天 所以你因為有了這個觀念 你就會了 他說 泡泡早上要上學的時候 痘痘是下午放學的時候 錯 他上學他也是要上學 因為他面對太陽 是同一個時間面對太陽的 好 再來 當天晚上泡泡看到上旋月 痘痘看到的也是上旋月 沒錯 他看到的是 他們農曆初五 他們就初五 初六 他們就初六 所以正確答案 我們是選B 但是你要看C C的話 如果泡泡是夏天的話 那麼痘痘應該是冬天 因為他們會季節不一樣 就是氣溫會不一樣 所以C的答案 麻煩同學動筆 把它改成 痘痘的程式 會是冬天 第四個答案 如果痘痘他看到日時 麻煩同學寫一下 日時在什麼時候 剛剛老師前提提有講過 你看機車考來考去都是一樣的 日時 他是初一 就是我們的碩 他說 泡泡看到日時 那痘痘可以看到月時 太扯了吧 他初一 他很會初一 所以他看到日時 他也看到日時 但是注意聽 他看得到日時 他不見得看得到日時 但是他會在同一天 因為日時的範圍非常的小 所以你要注意 如果要考你 今天他看到日時 他不一定看到日時 但是他會在同一天 因為機率度 他是同樣的時刻的 所以這個答案 D的答案太離譜了 至少痘痘不會看到月時 因為他初一 他十五 這樣太離譜了 所以四個答案 唯一正確的答案是選B 好 第25題 又是天氣圖 有沒有 老師這堂課一直跟同學講 天氣圖很重要 那你怎麼找 看氣象報告 好 他考你什麼 又考你高氣壓 低氣壓 然後再考你等壓線 記住 等壓線越密 風速越大 就好像你們地理學的 地理是等高線 等高線越密 他的地是越陡 這裡是等壓線越密 風速越大 所以 甲跟乙 甲的風速會比較大 所以你就把B跟珠的答案 結果怎麼樣 消掉了 那答案只剩AC 你看X X 他的等壓線 越外面 越來越小 他裡面比較大 所以X是什麼 高氣壓 所以X高氣壓 甲的風速大 所以答案就選A 那Y呢 Y是低氣壓 因為越往裡面 氣壓越低 他是低氣壓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26題 26題在考你什麼 地層事件 你看到沒 老師 光是黑板上所舉的題目 近年來考的題目 你看有多少題目是重疊的 所以你要注意 重點永遠是重疊的 除非你準備方向不對 不然的話 地球科學 看似很難 但是 他還是很容易抓到 硬考的要領 知道嗎 好啦我們看到26題 你看地層 老師剛剛才講過 後面的會影響前面的 好他就說了喔 甲一柄 甲裡面有馬的骨骼 馬 哺乳類 他是在新生代 硬 他是恐龍 爬蟲類 中生代 餅 三葉蟲 他是在五生代之前 好啦 那代表什麼意思 餅的地層 年紀最久遠 就是最老的地層 好他說 斷層是發生在中生代 注意斷層 他是直接夾乙餅都穿過去 斷層是 斷層是三個都切過去 所以 三個都切過去的話 他一定是在甲一柄之後 所以他是在新生代 所以這個A的答案不對 他說這個地區從來沒有海洋 你看他的化石 化石有三葉蟲 三葉蟲是曾經 他是活在古生代的海洋底下 所以B的答案也錯 好他說丁霧都是新生代才形成的 沒有錯 為什麼 因為丁跟霧都怎麼樣 都切過了甲乙餅三個層積層 他的層積嚴層 甲乙餅三個他都有穿過 那甲是新生代 所以丁跟霧是甲之後 所以丁跟霧都是發生在新生代 所以標準答案我們是選C 好第四個答案 很多同學會亂掉 亂掉是什麼 他突然間一荒在考場 時間緊迫 然後在那邊前後考不清楚 你這種題目一拿到 你就趕快寫一下 長江後浪推前浪 後浪就是後面才發生的 距離我們現在比較近 懂嗎 比較老的岩層是距離我們比較遠 所以你看岩脈 岩脈因為岩脈穿過什麼 斷層現在是霧喔 斷層是切掉岩脈 斷層切岩脈是霧切丁 所以丁比較老 你給他寫一下 斷層 注意斷層 這個霧的斷層 它是後發生的 後發生就是距離我們要比較近 所以這個年紀一百萬年跟六百萬年 寫法如果對掉就對了 懂嗎 所以唯一正確的答案是選C 好接下來我們看27體 27體考你什麼 地質地殼的變動 這叫什麼 折皺 記住喔 折皺一定是在地下的深層 因為溫度比較高 可塑性比較大 所以會擠壓會彎曲 然後折皺為什麼在地面看得到 因為擠壓之後 再加上一次地層變動把它推上來 所以折皺一定是在地下的深層 再來一個 如果它兩邊你就想一想吧 把兩個小玻璃珠放下去 他們各滾各的 背向而死 這叫什麼 這叫什麼 蛤 這個就叫做 背 這裡有考你啊 請問是順向波 或者是背向波 下次也會考啊 這是背向 這如果滾下來 這裡滾下來 方向相對的 這叫順行 這裡要注意喔 下次考試也會考這個喔 好 好 注意喔 正順背 這個要注意一下 這個你要搞出背向 這個是相向的 好 這個地方注意一下 好 來 那這個題目沒有考那麼細 他說 此彎曲線像 維尼沙順者 原來高低起伏 第四行程的錯 這是什麼 在地底下 曾經在埋在深下 很深的地底下 立刻變動 把它擠壓的 所以答案應該是選 V 27題答案選 V 好 28題 這是我們同學最容易搞混的 在我們北半球夏天 南半球就會冬天 為什麼 就是因為地球的自轉軸 它是傾斜的 它傾斜了23.5度 所以造成太陽照射進來的時候 角度會改變 好啦 你看這個圖 現在赤道在這裡 所以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赤道以北 所以這時候太陽光 這一條線跟這條線 剛好是平行的 所以它是直射什麼 我們的北迴歸線 北迴歸線 所以這個北半球 目前這個位置 它這個假的位置 就是北迴歸線的位置 知道嗎 北迴歸線的位置 它現在畫了 那以這個地方 它給你的是什麼 這一條線 接這條線 它是赤道 它說什麼 當時日照的時間 注意 北極圈 注意喔 這個地方是北極點 北極點是指這一點 地球自轉軸 穿過去 然後一直穿上去 如果看到的那就是北極星 現在這個北極圈 你再怎麼繞 你會發現 那一天 就是在夏至的這一天 太陽會在地平線上 這樣子繞繞繞繞 這樣繞一圈 24小時都可以看到太陽 所以北極 夏至這一天 北極圈它的日照時數是 永中最長 所以這種日照的總時數是什麼 北極大於甲大於隱 所以呢 ab的答案都不對 好 那c呢 北極整天都看到太陽 反而是什麼 這個南極圈你看喔 它怎麼繞太陽光 因為剛好這邊切過去了 所以它這裡是永夜 所以正確的答案 第28題正確的答案 那選 第一 注意 這個在我們地理喔 社會科的地理 也非常喜歡考 一定要特別小心 因為也有考到喔 因為緯度越高 緯度越高 就會影響到 它的 每一天太陽的照射時數 這個很重要的觀念 好嗎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29題 又是氣象圖 你看到沒 這幾年來 你公司把這些題目也記起來 考氣象圖 不下於實體 所以同學 重點 永遠是重點 好 現在上面那個圖 他說這個是颱風 颱風過後 來 老師把那過後的圖畫給你 它原來我們現在 考卷上的圖是在這裡 那過後 上來之後 注意喔 因為颱風是低氣壓 經過之後 颱風 老師剛剛不是比過嗎 低氣壓 它是逆時針往內吹 對不對 它是逆時針往內吹嘛 好 所以進來之後 這個高氣一定是高壓 往低壓吹 所以台灣這個位置吹進來的話 颱風經過之後 如果是從台灣的東岸 登陸 進入到中國大陸 它引進來的 都是西南氣油 但不見得 如果也很特別 但是這個畢竟很少 如果颱風是從我們南海 然後往西岸 西岸登陸 然後穿出來到太平洋 那當然就不一樣 那當然就不一樣 可是這樣的颱風 畢竟比較少 所以大多數是從東岸這邊 或者是從底下進來之後 登陸到大陸 所以大多數 你只能講大多數的颱風 離開之後 會引進旺盛的西南氣流 造成我們台灣的什麼 下雨 所以這個答案 他說 經過這樣子 台灣可能出現的天氣 可能是什麼 颱風可能 可能喔 對啊 他說可能引進西南氣流 帶來豪雨 所以29題 答案是選B 好 那你看一下A錯在哪裡 因為這時候東部 如果這樣子上來的話 東部是銀風面 所以東部的風會比較強 好 所以A錯了 再來 你看西 這時候是颱風 颱風過去 不是帶來什麼 美語帶來含流 這太扯了 所以這很明顯的 正確答案就是選B 選B 好接下來我們看到30題 好 注意喔 30題 31題 這種題目就是我們所謂的題組 閱讀式的題組 這個不管在什麼科目裡面都會有 那有時候我們的自然科 有時候是考地科 有時候考生物 有時候考你話不一定 但是遇到這種題組 老師只跟你講 這種題組 它的屬性就像國文的閱讀測驗 所以你要一致一致的看清楚 那老師這個題目 老師就不唸了 同學把它看清楚 老師教你怎麼樣找到答案 他說 看三四題喔 根據文中的資料 在人造語作業中 不適合用哪一種當人造語 來 他的答案在題目的第三行 第三行中間 他說 可以播撒岩粒 岩粒 岩粒就是NACA的預畫 然後第五行 有一個干冰 鋼鋼鋼也可以製造人造語 還有倒數第三行 後面有一個點化銀 這三樣都可以用來製造人造語 所以唯一 文章裡面沒有提到的就是什麼 就是液態的探氫化合物 以這個來講的話 就所謂的集碼沒有提到這個東西 所以答案就是選A 所以你要特別注意 這種題目看似很難 但是你題目只要看清楚 就不會那麼困難了 好 接下來看起來31 又來了 又是氣象圖 屢四不爽 每次都會考 他說因為文章有講過 人造語最好的時候 第一行的最後面 當有封面過境的時候 是製造人造語最好的時候 那你告訴我四個圖 有哪一個有封面 不管冷封也好 自由封也好 冷封也好 自由封也好 有封面到達我們台灣上面的 有蓋到台灣的 答案只有C 所以有封面 答案在哪裡 第一行的後半端 所以這種閱讀式的題組 記住 答案就在題目中 所以老師還是同樣叮叮你 老師在數學科任的科目都會跟同學講 題目原則上我們先從後面先寫 因為題組不要 必須要耗費比較多的時間 不要等到快考試快結束了 剩下三分鐘四分鐘來寫這個 你會很緊張 因為這個題目並不難 只是題目比較長 你不要比較多的時間去閱讀 了解嗎 這是一個考試的技巧 要特別小心 好 接下來我們看32題 好 跟著這個題目下來 他說 下列合者為目前能造語技術所應用的原理 很多同學很好玩 老師 人造語就到天上去撒冰塊就好了 真的是撒得可愛 我問你 你有冰塊放在地上讓它融化不就水了 幹嘛那麼多此一舉啊 對不對 所以人造語主要原因是什麼 注意喔 要有封面 要有雲層 雲層老師剛剛很多地球科學題目不是講話 雲層就是小水滴或者是冰激 那因為為什麼不會掉下來 因為它顆粒太小 空氣的浮力把它撐住了 那我們人造語的主要原理就是讓它這些顆粒可以集中過來 讓它變成大顆粒 變成大水滴 然後地心靈地把它吸下來 所以現在目前人造語主要的原理都是利用什麼 利用答案選 A 讓小水滴 凝聚成大水滴 然後受地心靈地 掉下來 絕對不是趕雲 你開飛機上去把雲趕在一起 那太神奇了吧 捷克 所以這個是不合理的 懂嗎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 第33題 33題這個題目也是地球科學 非常有名的題目 有沒有 跟那個延程有關 但是它變成一個立體圖 他說根據這個圖 問你敘述何者錯誤 來 記住 越往下 河流越往下游 因為青史 像兩岸青史 流速會比較慢 河道會比較寬一點 這邊流速會比較寬 然後比較稍微深一點 因為它往深處 好 所以這個地方 他說 以流向甲 正確不選 他說河流的南岸是順向坡 來 這個北方要看例如喔 北方在這裡 南岸在這裡 南岸你注意 什麼叫順向坡 什麼叫逆向坡 如果延程是降堆積的 這樣就叫逆向坡 跟它是有垂直的 那什麼叫順向坡 如果你的延程是這樣子 那你的坡度也是這樣子 同樣的方向 這就要順向坡 所以南岸這個地方 南岸這個地方的坡度 跟延程的 它不是同方向 所以錯誤的答案 改 答案是 錯誤的是V 要把它改成什麼 南岸要改成逆向坡 順向坡在哪裡 順向坡在北岸 這邊是北方 所以在北岸 有沒有 它才是順向坡 順向坡在底下 千萬千萬 不要在這邊 蓋房子 很容易有山崩 或者是 走山 吐石流的危險 所以順向坡的 底下 千萬不要蓋房子 很危險 好 這是逆向坡 所以錯誤的答案選 V 好在甲這個地方 開 踩砂石 剛剛不是也有這個題目嗎 有沒有 高坪溪 那個高坪溪 我們高坪大橋 斷橋的 這題也是 它只是改個包裝而已 在 橋的下游 你挖了之後 挖了 上面 這邊的橋墩的泥沙會來補 所以 橋墩就會裸露 所以 如果在甲 大量的採取砂石 橋墩會裸露 沒錯 河流的平衡 河道的平衡 一旦被破壞 它要再度的平衡 是要很長很長的時間 所以現在長江三峽大壩 蓋下去了 所以 這樣子會破壞整個 長江河道的平衡 這必須要 好幾 十萬年 都有可能 才會到達新的平衡 所以我們人類 盡量可以不破壞 大自然的 整個地貌 這樣子 能夠不破壞座 就最好不要破壞 因為這個大自然的力量 不是我們人類所以可以想像的 所以這個地方 河道的平衡 是要 很長很長 數十萬年 沒有錯 所以唯一 錯誤的答案選 B 南岸 應該是 逆向波 逆向波 好 34題 他說請問這個地層事件 他的順序 來看喔 這是沙岩 沙岩件 千層機 再來是大顆的石頭 利岩壓在上面 最後是頁岩 壓在上面 所以 照沙岩 利岩 頁岩 沉積完之後 地殼突然有一次的變動 讓他傾斜了 因為 正常的沉積一定是平的 如果是平的代表地殼沒有變動過 因為他 原來是平的 現在 有傾斜代表有變動 只要有傾斜就變動 那你說老師 那到底是變動完之後 頁岩才沉積 還是 頁岩沉積完之後 地殼再變動 你看到嗎 因為這裡的頁岩 他的 傾斜 方向 是跟他們 什麼 同步的 所以一定是頁岩沉積完之後 他們三個一起變動 這樣子才會 這麼這麼的有規律 所以這個答案 應該是 應該是 而且地球科學雖然看起來是 那麼的困難 經過老師這樣講解 我相信同學一定有 一定的心得 他平均 還會 他平均 他平均 是 是